第十二课 保险 货物一定要通过运输这一环节 才能到达目的地 在运输中 可能会碰到自然灾害 或者意外事故 造成货物渗漏破损 甚至被盗等等 保险 就是为了补偿这些事故造成的损失 而采取的措施 投保以后 一旦货物遭到意外损失 就可以从保险公司 获得经济上的赔偿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根据中国的运输方式 办理海上运输保险 陆上运输保险 航空运输保险 和邮政运输保险等业务 此外 还有一般附加险和特殊附加险 按照国际上的通常做法 一般附加险和特殊附加险的保险费 应该由买方负担 客户可以根据商品的特点 投保一般附加险和特殊附加险的部分项目 或全部项目 绘画 绘画 一 小林先生 货物的运输问题已经圆满解决 现在咱们来谈谈保险问题吧 可以 货物在运输中可能会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 这样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 为了补偿这些可能出现的损失 我们是一定要投保的 那么 对投保问题 贵方是怎么考虑的 请为我们投保偷窃 提货不着险 好的 这是一般附加险 特殊附加险 比如战争险 罢工险等 贵方要不要投保 请问 特殊附加险的保险费有哪一方负担 按照国际惯例 应该有买方负担 要是这样的话 我再考虑考虑 贵方可以根据需要 投保特殊附加险的一部分项目 或者全部项目 根据商品的价值 请再为我们投保交后不到些 这样一旦发生意外事故 就可以根据投保险别 决定赔偿的数量 但愿不要出现麻烦 我们也同样希望不要出现麻烦 二 王先生 今天我是专门来谈保险问题的 好 欢迎 请问 贵方需要投保哪些一般附加险 请为我们投保碰损 破碎险和渗漏险 按照国际惯例 一般附加险的保险费 应该有买方负担 要是有买方负担的话 我们希望把货物的价格 再调整一下 投保的目的是为了补偿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 至于货物的价格不能再调整了 为了双方的友好合作 我们尊重贵方的意见 根据商品的特点 请为我们在投保受潮受热险和串味险 好的 请您填写投保单 王先生 您看填得对吗 请您帮忙核对一下 没问题 明天我公司就派人去保险公司办理投保手续 我们希望您拿到保险单据后 立即通知我们 好的 请您放心 三 王先生 我公司购买的一批货物 大声采用海运 不知贵国的海运保险的显别有哪些 我国海运的显别主要有平安险 水字险和一切险 道案价格包括平安险水字险和一切险吗 道案价格中的保险只是平安险或水字险或一切险三种险别的一种 王先生 我不明白 一切险的责任范围是什么 一切险的责任范围包括平安险和水字险 还有在运输过程中由于外因所造成的全部或者部分损失 请问外因所造成的损失是不是就包括一般附加险和特殊险加险了呢 不完全是这样 外因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一般附加险不包括特殊险加险 要是不包括特殊险加险的话 战争险和罢工险的保险费就应该有买房负担了 对的客户可以根据商品的特点和包装情况等选择投保 看来投保哪些险别还得好好研究研究 当然了 不必要的选择责任范围大的险别会增加保险费的开支 但如果投保的险别责任范围过小又可能会得不到必须的经济赔偿 您说的很对 谢谢了 再见 再见 是 王先生 我们已经接到货物全部发出的通知 谢谢 估计三月底就能到达目的港 请问 贵国海上运输保险责任期限是多少天 一般按仓制仓条款的规定办理 保险的责任期限是60天 如果保险货物泄离目的港海伦后满60天 但还没有到达收货人仓库 保险责任期告终吗 根据国际惯例 这种情况保险责任也告终止 哦 明白了 那么路上运输保险责任期限和海上运输保险责任期限有没有不同 哦 没有 路上运输保险责任期限和海上运输保险的责任期限都是60天 航空运输保险和邮政运输保险的责任期限呢 航空运输保险的责任期限是30天 邮政运输保险的责任期限是15天 和您谈话 我很高兴 您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 谢谢 不必客气 还要提醒一下 如果超过了保险的责任期限 事故的责任就不能由保险公司负担了 那当然咯 谢谢 再见 再见 五 小林先生 最近的工作顺利吗 很好 谢谢 您是买卖兴隆 生财有道啊 哪里哪里 王先生过奖了 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王先生 我很想知道贵国对进口货物运输保险有什么规定 我国对进口货物一般以不带保险的船上交货价 或者成本加运货价 并尽量选择在国内保险 为什么选择在国内保险呢 这主要是为了节省外汇支出 如果一旦遭受损失就能及时得到经济补偿 这样做也有利于开展防损和检验工作 对出口货物和进口货物运输保险的规定是一样的吗 哦 不一样 对出口货物一般是以带保险的CIF价格条件成交 您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根据平等互利和买方自愿选择的原则 我国出口货物既可按不带保险条件对外报价 也可以按带保险条件对外成交 那好 这样就灵活多了 欢迎各国客商和中国做买卖 我是一定要来的 词语 保险 自然 灾害 意外 事故 渗漏 补偿 损失 一旦 赔偿 投保 部分 项目 全部 全部 一般附加险 特殊附加险 战产 战争险 大公险 黄区梅毒素 通常 通常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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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主要 负担 谢谢大家